新加坡 大家知不知道 TeamLab的第一次展覽 是新加坡 今年9月他們翻新 新增了10個新設計 我們一起來看看有什麼玩樂 首先是自然展區 一入場就被這個 六米高的花海瀑布震懾著 水流順著長壁流下來 跟真的瀑布一樣 遇到障礙就會避開 四周圍隨著季節變化 而開出不同的花 不斷綻放和雕借的循環 一個小時就是一連四季變化 翩翩飛舞的蝴蝶 一旦被人類接觸到就會跌下來 提醒大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唯獨是入了空洞裡的蝴蝶 才可以幸免於爛 來到超越未來展區 也有新的藝術裝置 在螢幕上畫上線條和點點 和其他物件碰撞之後 就會發出聲音 集體畫出大合奏 這個中國風的作品 會不停飄出漢字 當大家的身影碰到這些漢字 就會變出相關的影像 小朋友可以發揮創意為動物油顏色 再放入掃描器 動物就會出現在牆上 建構出一個人類和動物 和諧共處的世界 新增設的避風港展區 被參觀者逃離煩囂 作品的光暗會隨著參觀者的位置變化 當然其他Signature的藝術裝置 都還有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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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